越偏越偏越偏 黑色轿车一个逆向 碰 自撞电感 撞到电感那边 外走 外在田里面去 怎么会突然撞上 当时黑色轿车本来好好的 开在苗栗胜利路上 越开车头去越偏 直接开到对象车道逆向行驶 猛然一个自撞电感 车身弹起车子摔飞进田里 轿车自撞电感 撞击力道过猛 驾驶乘客一度受困 发现三车两名 年约七十几岁 驾驶是七十三岁的无姓男子 他开车载着老婆要去洗肾 他也搞不清楚 为何会突然偏移车道 自撞电感 幸好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你这个火车都包紧 包紧包紧 但台中这台轿车 在北屯环中路跟荣德路口 追撞机车后 这一撞桥蹲瞬间起火燃烧 你坐机车车 一半它火烧车 跳下来救他们 还有两个 一个送应运的还有他 轿车烧得猛烈 驾驶跟乘客人还在车上 热心民众义无反顾 下车救人 因为你没有救护车 还是什么救护车都没到 所以我们就先 算了我们就先下去救人 整起车火相当离奇 机车骑士被撞重衰 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是整个飞翔 我一开始是在车上 我赶快跳下车 轿车撞人后 自撞再起火 驾驶到底有没有喝酒 警方还要调查 接下来台东苗栗综合报道